为了实现精准医疗花莲慈祭医院26号上午特别 和国际光学大厂代理商原力仪器 以及国内医疗影像人工智能先驱云像科技合作 共同切下产学合作备忘录 将研发云端数位病理系统 还有医疗影像人工智慧开发技术 期盼以更精准、更快速的诊断效能 提供病患更好的医疗品质 为了实现精准医疗花莲慈祭医院 在26号上午特别和国际光学大厂代理商原力仪器 以及国内医疗影像人工智能先驱云像科技合作 共同签下产学合作备忘录 将研发云端数位病理系统 及医疗影像人工智慧开发技术 希望能以更精准、快速的方式 帮助病患对抗变异性高的恶性肿瘤 那在变力快的同时 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解方 这个就是有时候要靠精准的病理 来做解方 因为细胞一拿下来都是好几千万个 那我们怎么样用AI去解读 它大概是多少有恶性的 那多少是干细胞 多少有多基因的变异 就要靠这个病理 AI系统 那云像是这方面的专家 原历也是 那花莲慈祭医院呢 那更是全世界恶性脑瘤最有希望的地方 就是最后堡垒的地方 那过去这五年 我们在花莲慈祭医院这方面的精准的 基因的变异病理的这些检查细胞的培养 相当的有经验 那强强和我们希望能够找出 这些恶性脑瘤更好的解方 花莲慈祭医院院长林兴隆表示 传统诊断恶性肿瘤需要手术切除组织 送到病理实验室切片染色 观察送出诊断 需要好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 这次启动产学合作计划 希望能运用高端显微技术 及智慧拨片扫描系统 由电脑进行病理解析精准诊断 那从以前我们看显微技 都要用人工的方式去调整 那其实现在不只医检 包括产业都走到一个全自动 那其实原力公司也一直在转型 原力公司最近其实也翻像台积电日月光 就是最近大家新闻都看得到 台湾的精源这一块的重要性 也是在把显微镜导到自动化AI 那其实在医疗这一块 更重要 我们觉得医疗这一块应该是落地会最快 可是光只有原力在光学系统这一块的进步是不够的 那像云象科技在台湾 AI这块发展得非常迅速 应该说也是台湾之光 所以就像刚刚院长讲的 我们想藉由强强合作 来一起推动医疗这一块的进步 那我们开发AI辅助诊断系统 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透过这种尖端的科技 来提升医疗照顾的品质 那尤其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AI它有一个特性 它跟专家学习之后把这些专家的智慧 寄在这个城市里面之后就可以被分享到全世界去 所以我想透过跟花莲慈祭院的合作 把这个在花莲慈祭院累积 对于这个脑瘤病患 照顾这些所有专家的智慧 全部把它浓缩在这个AI的模型当中 这个进一步照顾全世界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个也符合我们公司在创立的时候 我们一直积极的想要跟医界合作 透过AI来解决这个医疗问题的一个初衷 花莲慈祭院以变异性最强的恶性肿瘤为治疗目标 希望能提高诊断速度 节省确定治疗策略的时间 提供更精准的病理分析结果 为东部AI智慧医疗开启新业 提高医疗品质造福病患 AI智慧精准医疗赚 记者 许立晴 华联市报导